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会 第二十八面 经文 第四行 看起 恒以不失 持戒忍辱 金金禅定智慧 六度之行 教化安利众生 诸于无上真正之道 这一小段 上一次 我们将六度介绍过去了 今天 我们要说明 底下这个两句 教化安利众生 诸于无上真正之道 我们读这两句经文 特别是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 我们的感触特别多 确实能体会到 世尊教会的重要性 当前的社会 可以说 家庭破碎了 社会善良的风俗败坏 学校里面 忽略了人文 能力道德的教育 造成现代社会的混乱 不安 体验在人后的频繁 许多人告诉我 他们似乎觉察到 这个世界真的会有末日的来临 这种忧虑 恐怖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的圣人 从来不迷信 教导我们 要用智慧去观察 观察 观察 宇宙间的现象 现象里面 现象是一种果报的反应 因形是人心 人的行为造作 那才是真因 大臣经上常说 一报随着正报转啊 所以我们细心观察一报 一报就是我们生活环境 然后回过头来 仔细才观察社会大众 他们的奇心动念 严于造作 他们想些什么 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做些什么 于是 吉凶获福 大概就能够有相当正确的判断 人 这不是圣贤的 怎么可能没有过失呢 所以 古身先写 对于后天的教育 非常重视 这个 跟佛法里面讲的 这些语言声是同一个道理 我们在《观无量寿经》 《善道大师》的著书里 他老人家讲的好 说总在与语言不同 这句话讲的太好了 因此 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他要给自己的子女 给自己的晚辈 学生 创造最好的缘 从这些地方来观察 我们才看到所谓的爱心 所谓的真正的慈悲 是要给年轻人 给下一代最殊胜的缘 唯有殊胜的缘 我们才能学到正法 才能够学到正道 这样就带给我们 带给我们安定和平幸福美满的生活 释述 释迦摩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 给我们制造无比殊胜的 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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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远 那么看看中古 古老的圣哒 西方宗教创教的这些教主们 都给世间营造学习最佳的缘分 这种的恩德实实在在超过了父母 父母对我们的爱护 对我们的照顾是一生的 这些大圣人 神圣的 他们对我们的爱护照顾是生生世世 是永恒而不间断的 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 得的利益尤其是多 那么解决 新人代社会问题 这一段经文就是最好的开始 佛陀教我们用四摄流动 四摄是人与人的接触 人与自然环境的接触 人与天地鬼神的接触 在接触里面 我们怎样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这用四摄法 关系建立之后 就要用六度啊 用这个六条 所以恒意不失 恒意不失 永远没有中断 永远没有改变 不失 在此地的意思 就是佛 我们一般讲 为人民风 在佛法里面 范围更大 为一切众身风 这是布施 所以 我们看到这些名词 好像看到布施 拿这个金钱财物 帮助别人 这仅仅是我们佛物啊 无数项目里面的一种啊 这个要知道啊 只要看到众生 有困难 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立刻撑出援手 就要去帮助他 那居士林四楼 阳台上建造的牵手观音 它就代表这个意思 牵手牵眼 你看那个手掌里面 有一只眼睛 这是表伐的意思 他教导我们 看到了 立刻就要援手 严到守到 刻不永缓 去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没有忧郁 没有后悔 尽心尽力 帮助别人 也许有同学要问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尤其在现代的社会 我们有困难 别人都不帮助我 别人有困难 别人有困难 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别人 读神仙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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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道理 他如果真正了解 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他必定的 像诸佛菩萨一样 一言道守到 是他不明了 那么回过头来 想想我们自己 又何尝不如是 我在没有学佛之前 很吝啬 人家再苦再难 我看到的时候 也没有放在心上 也不肯去帮助他 为什么呢 不懂 不知道 别人跟我是什么个关系 接受神仙教训之后 读诵大臣 渐渐才明了了 佛在经上常讲 虚空伐界一切众生 给我是一体 比如虚空伐界一切众生 这个大骨 像我们这个人生 我们自己这个小骨 就是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 别人也是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 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帮助众生 就是真正帮助自己 自他不二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不但是一切人跟我们是一体 我们非常关心 无条件的爱护 关怀尊敬协助 我们对于动物 乃至于蚊虫蚂蚁 我们对于植物树木花草 都能以平等的爱心 平等的关怀写作 这是从经书里头学来的啊 这就是说 人不能不接受教育 不能不接受圣贤的教育 中国英语常熟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什么是老人呢 孔老夫子是老人 孟夫子是老人 古圣先贤 对我们来讲 那是老人啊 这些历史上 大的学者 大声大声大声 他们的成就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他们的成就 贯通古圣先贤的学术 通这一个字重要啊 中国人常讲啊 正通人火 通太重要了 混树上下 他通通贯通了 这个人叫大声大声 那么我说这个话 意义很深很广 我们要效法 我们要学习 他能够贯通 我们也能贯通 实在是 圣贤 祝佛菩萨 都是期望我们 跟他一样啊 不能在他之下 我们能有没有能力贯通 经典上的答案 是肯定的 你看花言 出现平礼佛书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相 如来智慧得相 就像宗教里面赞 赞美上帝 那个话一样 全知全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都有这个能力 都有这个智慧 大家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我们的智慧能力 失掉了呢 什么原因失掉了呢 佛告诉我们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震抖 一语道破 我们本性 本来具足的智慧能力 是因为我们的妄想 因为我们的分别 因为我们的执着 这样失掉了 这个实不是真的失掉了 注意同学要记住 不是真的失掉了 那佛法这是叫迷失 迷失哪一天你要救了 你这个智慧能力 立刻就恢复了 所以它可以恢复点 它不是真的失掉了 换一句话说 暂时的失掉了 圣人对我们的教诲没有别的目的 无非是帮助我们恢复自信 这种智慧能力 而这种智慧得能是圆满 是究竟的 是上下魂数通达的 因为我们迷得太久了 迷失太久了 不是这一生 现在人相信轮回 相信有前身后世的人 越来越多了 我们从西方报道 这个比例年年都在上升 这是死实真相 我们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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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地来教诲我们 虽然 祝福菩萨这些神圣 也是深深深深地来教诲我们 这个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 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够恢复自己的信德呢 那么在佛法里头套一句术语说 业障太重 这个话讲得没错 但是也不能是完全对 怎么说不能完全对呢 如果我们只是怪自己业障太重了 那你到哪一天才能出头 所以不能完全说是对呀 善道大肆的话说的有道理 如果我们遇到的语言殊胜 这个殊胜当然同一个条件 要有好老师 这个老师有修有真 有智慧 有善巧方便 有方法 有很好的教学方法 我们要遇到这种机缘 会把我们修行的时间缩短 我们在一生当中就可能有不可思议的成就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遇到好老师 那自己能不能成就 关键是在自己了 我常讲啊 这个关键没有别的 好学 肯学 只要肯学 只要好学 没有不成就 肯学里头最重要的 是要接受老师的指导 这一点在现在讲呢 也是最困难的一种事情 所以对老师必须有坚定的信心 圆满的信心 老师教你怎么做 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 决定不违背 这样才能成功 如果对于老师有疑惑 不能完全信任 我们的修学就要打折扣了 你看同样是一个好老师 他绝不是教一个学生 他教的学生很多 为什么有的成就 有的不能成就 这里面因素固然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肯定在 一教奉行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 听话的学生 接受指导的学生 这个学生肯定成就 不能接受指导 所谓是阳风阴伟 还随顺自己的知己 这种人 这种人多半都是相当聪明人 那就业余去所谓的了 聪明凡辈 聪明误啊 聪明人不如老实人的 老实人成就了 聪明人失败了 这个例子 古今中外 我们看的太多太多了 了解这个道理 决定要听从老师的教头 老师叫我们学一样 我们就乖乖学一样 老师叫我们学认真 学着一批 我们就认真学着一批 这个在现代教学 实在是难思 古时候在中国 因为在家庭里面 父母教 长辈教导你 懂得尊私忠道 那个修学环境 比我们现在好得太多了 现在这个环境 所以提倡民主自由开放 这个麻烦大了 随身自己烦恼习气 随身自己喜欢 随身自己的爱好 不能尊重老师 重有聪明天父 也很难有成就 道理在此地 所以这个六都 我们在此地简单的说 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不识 是细身奉献 无条件的细身奉献 为人民为众生奉 这叫布施波罗米 第二持戒 持戒是守法 遵守法律 遵守 老师的教界 还要遵守 每一个地区 他们的风俗习惯 人情世故 绝对没有提出 这样才能与人 和睦相处 所谓的是 入境随俗 如果不能够随顺 纵然是好事 也很难有成就 在我们佛法里面 叫随悦 此地持戒里头 有随悦 那么我们在此地 跟这个其他宗教 接触的很多 我有时候跟他们谈心 我说佛教 是从印度传到中国 拜佛教 我们中国人称为 西安教 好像是 是什么人写的小说里头 叫明教 那都是拜佛教 也是唐朝时候 传到中国的 现在在中国没有了 天主教 基督教 在唐朝时候叫 景教 那风景的景 景教 都是在随唐时候 传到中国来的 为什么在中国 不能够生根 到以后在中国就没有了 主要想的 现在 这个天主教 基督教 传到中国 不到一百年的历史 古时候传到那里头 已经消失了 我跟他们这些宗教领袖 这些牧师们在一块聊天 我说你知道什么原因 他们想不出来 我就告诉他 随缘 佛教能随缘 所以佛教到中国来之后 你看印度出家人 穿我们中国的海裙 穿中国人衣服 建的这个道场 建中国这个样式的 中国人欢喜 如尽随俗 这叫持戒 所以中国人欢迎 他这个教在中国就发扬光大了 那么天主教 基督教 他们那个教 一定要保守他的形式 不能够随顺中国人 一看外国的文化 自然就画了一道界限 很不容易去接纳 逐渐他就消失掉 就这么个原因 古代的这些出家人 都懂得 佛法的教学 一定要适合本土化 现代化 这多年我讲经常常提到 一定要懂得本土化 跟现代化 要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 尊重他们的传统 绝对不能破坏 帮助他 更加完善 更加一美化 人家心里就欢喜了 这才容易接受 他对我有好处 有帮助的 绝对不是一个破坏性 佛教 佛教你看 几千年前 佛陀就这样的教界弟子 现在佛教在世间普遍衰了 衰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简单 把佛陀的教会忘掉了 因为我们这个形式是最好的 别人形式不如我们的 给人家戚戚不如 个个不如 造成到处与人对立 这个对于佛教教学 产生了严重的障碍 今天讲到持戒 大家都死在这个名相里头 提到戒 一定想到五戒十戒 年半五十条戒 就想到这些东西去了 越想越自小 不知道六度每一条 它的意义都是广大 无有边际的 所以这些名词在什么地方 讲法就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懂得 六度是菩萨道 菩萨是上秋下花 念念那个境界都是等虚空发界 哪有那么样在笑呢 所以此地地是决定要懂得 尊重别人的传统 尊重别人的文化 尊重别人的制度 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 与大众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这个重要 人与人之间不平 这个和睦就决定做不到 和平 全世界人都在寒 寒了几千年几万年 和平不能落实 什么原因呢 不能够平等对人 这个要靠教育 这真正是身先教育 在这个世界 贵人要帮助贱人 这个地位低的人 富人要帮助平人 大国要帮助小国 强国要帮助弱国 世界才有和平 我大你小 你要尊重我 我瞧不起你 哪来的和平啊 那你会有安定 这和平两个字 和是果啊 平是阴啊 没有平等 哪来的和目 佛说法 常常是把果放在前面 阴放在后面 为什么呢 世间人重视果 果必有因 要晓得这个道理 不单人与人要平等 人与一切动物要平等 人与树木花草也要平等 天地之间 天地之间才有一片祥火 外国人讲磁场 中国人讲气氛 祥火的气氛 这个没有圣贤教育 谁能懂得 所以教育是多么重要 所以教育是多么重要 这个话是对国家领导人说的 你建立一个国家 智障政权 生活思想最重要呢 教育 只要把教育办好了 决定是社会安定 天下太平 人民安乐 这个要靠教育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教育 这个底下讲是六度之心 教化安定众生 教就是教学 化是教学的成绩 接受教育的人 他产生变化 变化气质 化物为善 化米为物 化凡为甚 这个教育受到成果了 教化两个字 教 使四 化呢 是成就 这样才能够安立众生 众生才能够慢生立命 而教学里头最重要的家庭教育 做父母的有责任 父母 父母是不是真正的爱护子女 要看他了 是不是善教儿女 怎么样教导呢 自己 其心动念 一举一动 要给儿女做好榜样 儿女 天天看着父母 父母一举一动 影响她的身心 所以中国儒家的教育从胎教开始 母亲怀孕 就不能够打妄想 心地要亲近 这个对于 小孩的身心影响很大 如果母亲怀孕 常常发脾气 这个小孩以后就变成问题儿童了 怀孕的时候 如果母亲充满了爱心 这个小孩将来觉得是仁慈的人 影视举止 都要留意 不可以放异 影响胎儿 小孩出生之后 自己更加要严格地 热塑自己 给小孩做好榜样 这叫真正爱护子女 那么现在 年轻人 没有人懂得这些事情 不但他不懂 他的父母也不懂 可能到他的祖父母也不懂 大概能懂的是高祖父母以上的 这是非常口碑的现象 所以今天家庭教育没有了 儿女不听父母的话 学生不听老师的话 员工不听老板的话 人民不听政府的话 你说这个麻烦不麻烦 这个问题是多么的严重 学校教育 跟伦理道德脱了机 社会教育 你们看看现在 报纸杂志 这个新闻广播网络 那个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你就知道了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难 起来有字不是没有原因的 最后呢 那我们就要看看宗教教育 还有没有救 如果宗教教育也没有救 世界末日就来临了 所以我们看看现在宗教教育 多半多流于形式 宗教这些仪式 宗教教育没有了 如果宗教没有教育 只有仪式 这个宗教是属于迷信的 我们天天就拜神 神教我们什么 不知道 只知道神有很大的权威 我要巴结他 他对我好 我要得罪他 他要惩罚我 这叫迷信 神不是这个意思 神绝对不要求人巴结他 这些神圣呢 教我们怎样做人 我们不懂 我们没有学过 你看看 无论哪个宗教的经典 我都看到过 神圣都教给我们孝顺父母 连基督教都不例外 你就看看 神经 我们不孝父母 我们对我们的邻居朋友 没有善心 这个都是神明 认为是极物的行为 所以我常讲 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再看看任何一个宗教 我们读他的经典 又何尝不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所谓多元文化 这些神圣教人 决定不分国家 不分族类 不分宗教 这叫多元化的 他们教学的内容 不大精神 无所不报 我们要用心去体会 要认真去学习 这些全部都包括在持戒这一条 你知道持戒的意思 多深多广 我们要学习 那么今天我们要求这个社会 从极端不稳定地方 要能够回头转到暗定 有什么方法 现在方法真的是有 如果在古时候 要演变成今天这个局面 那真的 上帝神仙来都没办法 都救不了 现在可以啊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高科技 利用卫星电视传播 来教训 真的有个十个八个 真正有学问 有道德的 值得社会大众 崇敬的这些善知识 请他们在卫星广播电台 每一天讲两个小时 为全世界的人上两小时的课 我相信一年的时间 天下太平 所以现在办得到啊 这么好的工具 我们要懂得利用 每一天跟大家上课 每一天跟大家讲道说尽 让大家醒悟过来 放弃自私自利 放弃追求明文理 追求五欲六成的享受 放弃贪嗔痴慢 舍佛菩萨 舍圣贤人 舍好人 来挽救这个世界的捷运 这是能做得到的事情 端在有心人去做 接着第三个恐慕 忍辱 忍辱 这个意思是耐心 事出事件一切乏 成就都要靠耐心 越是大事 越要有耐心 大事里面 地装大事 是自己的改过自信 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 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改过自信 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转返成神 首先要建立这个信心 佛家说的好 第一个要相信自己 相信我能 我能学佛 我会学得跟佛一样 我能够学神 我也能够学得跟上帝一样 上帝怎么样爱世人 我也能一样的爱世人 第二个要相信 就信他了 这个他就是老师 我们学佛 就相信佛菩萨 宗教徒一定要信神 信自己 再信神贤的教会 我们依照他的引导 依照他的教会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能够改过自信 决定能够成就 要从这个地方做起 天天都在学习 深深事实都在学习 永远没有终止的 这叫经济 这叫经济 世间求学 小学年六年毕业了 中学三年也能够毕业了 大学四年也能毕业了 佛法教学里头没有毕业的 永远在学习 永远在学习 深深事实在学习 一直到成佛了 有没有毕业呢 还是没有毕业 这个话怎么说呢 成佛之后啊 佛要表演做学生 给别人看 他是毕业了 毕业了还要从头来做起 那是做给别人看的 这叫大慈大悲啊 这在佛法里面叫成愿再来 释迦牟尼佛事先八相成道 就是这个意思